好同学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 他要你找出呢 在讲离别 然后讲相思的 这两个主题的 好 A的话这首呢 生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 咒短苦夜长 何不禀足游 所以就是时间那么快 那么消失的那么快了 那夜晚那么长 如果拿来睡觉是不是太浪费了 所以他说 古人会禀足夜游 就是晚上时间也不要浪费 所以这个是指 即时行乐 即时行乐 就是把握时间 那B的话呢 在讲时间怎么样 人生呼噜记寿无今时故 就是没有像今时一样这么牢固 寿命是很短的 然后万岁更相送 闲盛莫能度 所以也是指人生 非常的短暂 时光非常的这个 消失的非常的快 好 所以B也没有在讲思念 再来我们检查一下C 银银一水间 默默不得雨 所以 距离 然后这个思念 所以 离别思念 C是有的 就是借着这个七夕牛郎之女 一年只能一会这样的心情 在C的话也是 而珠的话呢 亭中有其树 绿叶发花枝 攀条哲其容 将以为所思 这个字要念为 赠颂 所以就是看到美丽的东西呢 就想到要送给思念的人 所以C跟珠是对的 再来 一选项提到这个 轻轻临上博 蕾蕾 建宗时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所以他最后的竹子是在讲说 人生一辈子啊 就好像一趟旅行 就是我们是出了一趟远门一样 所以 也是在对于 在讲一个 人生的一个感怀 所以跟思念 跟 离别 没有关系 所以 整个五个选项呢 我们就把 C 还有 主选项 找出来